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配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介紹了這個二次函數有三個形式可以去寫 一個是一般式 就是寫成這個ax平方加bx加c 一個是標準式 就是配方法之後寫成a乘以x-h的平方加k 那一個是根式 就是寫成這個 如果這個二次函數就是這個二次多項式等於0的話會有2跟αβ 那我們在上一集的討論就有說明到其實這個兩根 就是這個二次多項式等於0 等於是這個二次函數 y等於f of x 然後它是一個二次函數 那這個二次函數跟y等於0連例 那連例的結果呢 就會是這個東西等於0 那y等於0是什麼呢 y等於0是x軸 所以呢 兩根 所謂的兩根在二次函數的圖形裡面 就是這個二次函數圖形跟x軸交的這兩點 這樣子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交2點1點是α0 1點是β0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y等於a 括號x軸α乘以x軸β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喔 接下來透過幾個問題去讓大家了解到說 那這樣子這三個式子 要怎麼使用 為什麼要有這三種不同的寫法 為什麼不用一個就好了 學生都很喜歡問這種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學這麼多 為什麼不學一個就好 既然這三個是一樣的啊不是嗎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 那我們以這題為例 你看到他說 他給的一個標準是 y等於a括號x軸 h平方加k 所以圖形通過這三點 那其實我們把這三點的值帶進去 x帶進去 y也帶進去 這個x帶進去 y也帶進去 我們會得到這樣子三條式子 他通過的是-1 0 3 0和0 3 那所以說呢 我們會發現 我們會得到的這個 0等於這個x帶進去 -1-h的平方加ky是0 如果x是3的話 3-h的平方乘A加k是0 然後如果x是0的話 0-h的平方乘A 這裡乘A是3 那我們把它都帶進去 就得到這三條式子 那基本上 我們之前上一堂課就提到說 二次函數呢 會有三個位置數 那你如果以一般式來說是abc 如果你以標準式來說是ahk 那如果以這個根式來說是aαβ 那如果對於這三個式子還有不熟的話 就看上一集 因為上一集才講 我們這裡就不一直重講 ok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連力求解 可是呢 很麻煩啊 因為這裡有一個h 基本上你有三個位置數三條方程式 應該是解得出來 可是很麻煩解嘛 那那個不只你嫌麻煩 我也嫌麻煩 所以實際上我們不會這樣做 所以你看 就是我沒有寫上去 我另外寫 那實際上我們會怎麼做呢 所以第一個重點 就是說 當你拿到題目的時候 雖然題目給你的是標準式 但是呢 根據 以支點來列式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給的這個以支點有沒有特色 那你會發現 他過的是-10和30 這個y等於0 其實這兩點有沒有 這兩點就是跟 我們剛才講到嘛對不對 跟y等於0 也就是x軸所交的點 這個圖形通過-1030 然後另外通過一個013 他應該是長 -13 長這樣 可以嗎 他應該是長這樣 就是這裡-1這裡3 可以嗎 所以這個應該是兩根 我們第一點 根據以支點來列式 第二點就是留意 根 有沒有y等於0的情況 可以嗎 有y等於0的情況的話 這兩個都是根 那我們就可以列根式 所以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不會用這個方式來解 因為呢 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 要去解這個平方麻煩嘛 所以說我們會把它列成 y等於 a括號的 x-1 x-h 這樣 我們要寫成 a括號 x-α 不是h x-β 這樣子 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讓他等於0的時候 根才會等於 α跟β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解方成是 a會約掉 但是我們是多項式 所以就不能任意的把a約掉 所以有三個位置數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把它 設成是 a乘以 x-1 就是x加1 然後 x-3 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說我利用這個 我們不是三個位置數嗎 那每一個線索 就可以消除一個位置數 利用這個 得到α 利用這個得到β 那要注意 我們仍然沒有 一開始的a 許聲有的時候 列根色會忘記 前面有乘一個a 那 所以說就需要第三個點 03 帶進來 以03代入 帶進來之後呢 這個 x是0的時候 y是3 3會等於這個 a乘1乘-3 所以a是-1 所以原本的這條式子呢 是 y等於- x加1 x-3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呢 要把它寫成 標準式 因為題目問的是AHK嘛 好 那在這裡呢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配方法 我們兩個都做 做給你看 那兩個方式 一個是就直接配 他是負的 括號 x 平方 -2 x-3 這樣 加1 那 那 -3 拉到外面去 對不對 -3 拉到外面去 先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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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3拉到外面去 負的-3 其實是在外面加3 等於 負括號x平方-2x 加1 那你在裡面加1 其實是又在-1 所以他會 再加1 所以剛才這一題來說 他列成標準是 Y等於A 括號x-h 的平方加K H是 A是-1 A是-1 H也是 H是正1 然後K是正4 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方式就是直接配方 那 我有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大家可能 學生可能不知道另外一個方式是什麼 就是我不要真的去配方 嗯 對 一個方式是直接去配方 一個方式是不要真的去配方 那不要真的去配方 怎麼寫出 標準式 我們前面的討論讓我們知道 這個 如果你是根式 Y等於 負括號x-α 乘x-β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你的圖形 以剛才那一題為例 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你會跟X交兩點 這兩點的Y一樣 都是0 那我們在上一集有提到 如果你這兩點Y一樣的話 其實 這個對稱軸會剛好在你們的 通過你們中間的這一點 就是X會 對稱軸的那個X會是你們的終點 所以這裡-1 這裡-3的話 可以從這裡得知 它的 對稱軸是 X等於1 那我們在 上一集整理的那個 那三個格式的表裡面 就有寫到 對稱軸是X等於H 同時也就是怎麼樣 X等於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2A分之-B 所以從這一點呢 你就可以知道 X會等於2A分之-B 所以從這一點呢 就是他們兩個的中間 那 這個是 這個是-1 這個 這個根是-1 這個根是-3 那所以說 X是這兩根的中間 是它的那個對稱軸 所以對稱軸是X等於1 那對稱軸是X等於1 也就是說 最後寫成標準式的時候 Y會等於 怎麼樣呢 A X-H 而這個H就是-1 因為這裡就是對稱軸嘛 對不對 這是HK 所以H就是 H就是這兩根加起來除一半 加起來除2 就是這兩根的中間 然後這個A 然後這個A呢 就是這個A 所以我們在前面這裡 當我們已經推論到這樣子 然後發現A是-1的時候 首先 這個A就會是這個A 所以這個就是-1 然後 H呢 就會是這兩根的中間 到這裡沒有問題 應該都沒有問題 但是最後一步就比較技巧 就是我們在上一次教的時候有提到 我最後不一定要去用配方法來得到這個K 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把1就帶進來 我已經知道 所謂的這個標準式 所謂的標準式 的這個HK 它在圖形上是頂點 在多項函數4裡面 是函數極值發生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的開口向下 所以我已經知道 X等於1的時候 整個多項四函 也就是這個二次函數 會有極大值 那這個極大值是多少呢 既然這一條式子 等於這一條式子 所以我在還沒有求到這個四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 透過剛才的討論 我就已經知道 X等於這兩根加起來 除以2的時候 就X等於1的時候 整個四值會有最大值 我就直接把1帶進來 那這個時候最大值就會是 1加1是2 1-3是-2乘負的 所以是-1乘2乘負的 我這樣就可以發現這個四了 所以說我們不一定要去配方法 這點很重要 那這樣很重要其實也還好啦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省下這個步驟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省這個步驟 你就配方法就好啦 那我剛剛講很重要的意思 並不是說 省下這個步驟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是能夠靈活的使用 我們所學到的有關二次函數的知識 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來看下一題 已經知道 y等於ax平方加bx加c的圖形 會通過-1333和1-2 那麼剛才才剛說完 就是說 雖然題目給的是一般式 但是不見得我們一定 全部要帶進去解這個 三元一次方程式 是可以啦 解三元一次的方程式 但是也不一定要這樣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留意題目 留意題目什麼呢 注意到這裡 這兩個y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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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著 對稱軸會是這個頂點的x會是這兩個x的終點 可以嗎 就是像我們剛才所說的這樣子 我們剛畫的是翻下來的 現在畫一個往上的 因為圖形 因為二次函數圖形是軸對稱圖形 所以如果你找到兩個點的y是一樣的話 那麼對稱軸就會是這兩點的中垂線 對不對 我們之前也在講軸對稱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對稱軸是中垂線 中垂線的話 就是它終點嘛 所以 這一個點的x是-1 這個點的x是正3 對不對 它是-13 它是33 所以中間這一點 就x等於1 這一條是它的對稱軸 這題跟上一題的那個 不完全一樣 只是剛好 我剛好抓這兩個x都是-1跟3 所以它的對稱軸依然是x等於1 所以從這一點得知 對稱軸 對稱軸 我就寫這裡好了 對稱軸是x等於1 x等於1的時候有極值 那麼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剛剛好 不是說就 不是說一定 而是說我們剛好發現的 這兩個一樣 那換句話說呢 好巧不巧 它在x等於1的時候y等於-2 那麼就是這個-2呢 這個1-2就是頂點 但是這一題故意設計的偶然 巧合 方便你更快的計算 就你可以不用解那個3元一次 你會發現這裡 歪相同這兩個是 對稱軸 這兩個是那個對稱的兩點 對稱的兩點的話 x等於1的時候有極值 對稱軸是x等於1 頂點就剛好是這個點 那麼就直接列標準是 可以嗎 那當我列標準是的時候 我實際上是消耗掉頂點 頂點很有價值 它可以同時幫我們取代兩個 兩個位之數 那我消耗掉頂點之後呢 我把這兩點任意挑個帶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 這個-1-3代入 所以3會等於A 乘-1-1是2 然後平方是4 4A乘4加2 所以 3-2是1 然後除4 4分之1 所以 y會等於4分之1的 x-1平方 加2 那最後展開來就會有這個 abc 來看看 y等於4分之1 x-1的平方加2 那會等於4分之1的x平方-2x加1 所以就會是4分之1的x平方-2x加4分之1再加2加4分之9 mutually 所以說 最後 這題的答案 s4分之1 bc-4分之1 bc-4分之9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那 我們來看第三題 y等於A 括號 x-1 股The平方加K 它這一次是 標準式 但是一樣 我不要理標準式 來看他給我們什麼點 圖形通過-13 33和00 OK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有有有有看到了 Y一樣 對不對 Y一樣的話呢 Y一樣的話呢 那這個 X這兩個點的中間 是那個頂點的X 是H對不對 所以3加-1除2 就是X等於1 是他的頂點 那就是 又沒有錯 又跟剛才那一題一樣 你想說 老師好懶惰 出題目數字都不壞 來 故意的 降低這個 你們思考的困難 因為 在這三題裡面呢 我們要體驗 一些這個 多元的 這個豐富的解題的方法 所以題目不要太難算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知道 X等於 正1 是 這個 對稱軸 這樣子 那可是這一次這一點沒有 沒有剛好是X等於1 也就是說這個 不是頂點 那我如果光知道 H H是1嘛 那我還不知道 A跟K 對不對 其實這樣子也沒有很好 列式啦 這樣也沒有很好 列式 也是可以 你也可以列這個 Y等於 A 括號 X 減1的平方 加K 那 把這一點帶進去啦 然後這兩點挑一個帶進去 應該也是解的出來 這兩個位置數 A跟K 那我們在這裡介紹一個新的方法 留意到這兩個三是一樣的三 這兩個三是 Y是相同的 但是呢 我們剛才第一題它不是過-1030嗎 如果你過-1030 那你這個兩根就是-1和-3 那很簡單 列根是 Y等於X加1乘X-3 就剛剛那一題 第一題 但這題不是啊 它過的是-1333 於是這個 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心裡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要是你過的是-1030 應該有多好呢 好 然後呢 我們又想到說 其實二次函數圖形A相同的話 它其實就是移來移去嘛 那麼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有兩條函數 一條是我們的目標 就是圖形上面這條藍色的 它過-13和-33 然後它過-00 它過-00 那它的頂點不知道 但是對稱軸X等於1 另外一條是 另外一條是 它跟我們長得一模一樣 也就是A相同 就是開口大小一樣 就會是A相同 對不對 那所以說 這一條跟我們A相同的呢 它過的是-10和-30 也就是說呢 紅色這條就是這個G of X 它是A跟我們一樣都是A 我們是A 它也是A 然後它過-10跟-30 那所以它會有 兩根-1和-3 所以它是A乘上X加1和X-3 過-10 30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前面的課程一直在講 兩個A相同的二次函數 其實造型一樣 它就是移來移去 所以其實呢 我們過的是-1333 它過的是-1030 它就是我們這個函數 整個往下移三單位 對不對 我們過-1333 它過的是-10和-30 所以它就是比我們少 Y少3 所以呢 我們過00的時候 其實我們過00的時候 其實它會過0-3 這個點 應該會是0-3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0-3呢 我們可以先不要理它 它其實可以不要用到 那我們知道怎麼樣呢 重點是 讓我們要能夠想像 新的這個 下面的這個Gio Focus 是原本我們要求的這個 F of Focus 往下移三單位 那既然你是我們往下移三單位的話 導過來說 我就可以把F of x 射成是這個G of x 往上移三單位 那既然你的G of x 射成這樣 則 我就可以說 F of x 是x加1 x-3 再 加3 也就是說我整個函數 是你整個函數 Y都會被加3 往上移三單位 Y加3本來是左邊-3嘛 一過來就右邊加3 那 所以說 我就可以把我的這個F of x 射成這一條 射成這一條之後 那其實這個等於是 以某種形式用掉了 這兩個點 你如果帶進來是解不到題目 把00帶進去 把00帶進去的時候 x等於0的時候 以0 0 帶入 Y會等於0 A乘以0 加1 是1 0-3 是-3 再加3 那你會得到A是1 也就是說這一條方程式 是 就1乘以x加1 x-3 加3 然後要 配成標準式 要配成標準式 那麼再一次 我們這個步驟呢 可以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我真的去配它 那於是我這裡展開來 是x平方-2x-3 加3 對 那所以它會變成x平方-2x 等於x-1 好 多寫一點 等於x平方-2x加1 再-1 等於x-1的平方-1 好 那 於是A會等於1 前面乘的這個1 b也會等於1 啊 不是b h會等於1 k會等於-1 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上次有 我們剛才才講到 你既然過-1 3和3 你的y相同 所以 對稱軸會是這兩個x的中間 就是這個 像我們上一題討論的啦 x等於1 它的對稱軸 h等於1這件事情 然後呢 又已經知道 A會等於1了 所以直接設 y會等於1乘上x-1的平方 怎麼樣呢 那這裡加k要是多少呢 直接把x等於1帶進來 你就會得到 1加1 乘 1-3 這個2乘-2 加3 所以-4加3 這裡是-1 這樣就可以 可以嗎 那我還是要再強調 重點不是說 省這個時間 哇算好快 好厲害 而是說我們 用不同的方式 去使用我們所學到的 二次函數的知識 那其實這一題呢 剛才做到這裡 就是我知道 下面紅色這個g of x 是這一條四值 是這一條四值 它的a跟我們原本一樣 然後它有兩根是-1和3 我們的f of x沒有這兩根 因為這個-1是-13333 它不是碰在x軸上 所以它不是兩根 但是g of x這兩個真的是兩根 我們知道它的根式 可以列成這樣子的時候 然後我們又知道 它過0-3 我們剛才的計算 都沒有用到0-3 對不對 它只是我們 讓你們想像一下 它被拖下來 所以原本過00 現在會過0-3 那其實我們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可以真的用到它 就是說 我們剛才最後 f of x射出來 之後 我們不是用00代入嗎 f of x射好了之後 我們不是用00代入嗎 代入去求解這個 求解這個a 那其實我們在這一步 就可以先解A 用0-3解A 也就是說 G of x射本身 它是 下面這條紅的線 它是 根式是列成這樣 然後我又知道它過0-3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 Y是-3 帶進去 然後0加1是正1 然後-3 0-3是-3 那於是 我在這邊就可以求出A等1 也就是說 我在這裡可以完整的 把G of x求出來 G of x等於 那就是1乘上 x加1 x-3 那我把G of x 整個求出來之後 根據剛才的說明 G of x是原本往下拖3 所以原本要求的這條 是G of x往上 拉3單位 所以F of x就會是 再加3 我這樣子還是可以跟剛才一樣 就是最後求到這個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你可以先列F of x 是A x-1 x-1 x-3 去加3 再用已經知道過的0-0 帶進去求A 或者是你直接用這裡 推論出來的0-3 先把A求出來 再把這個 加3加上去 變F of x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我們這一集 主要就是介紹這三個 重要的這個題目 那透過這三個題目 讓大家去想像 這個 我們是怎麼樣去計算 二次函數的題目 那我們這集就上到這裡